免戴助听器案例 一戴耳机平50年 2018年10月4号 原始点志工按推我的头部 奇迹发生了 我再也不用戴助听器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好 我是红玉浩 我是要戴耳机的 我从小的时候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嘛 已经开始要戴耳机了 要是不戴的话 我听不到人家讲话的 10月4号的时候 他们开启帮我做 之后做的时候 太痛了 差点也受不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不用戴耳机哦 第二天我在来的时候 照顾会更好 我更清楚 跟平衡人一样 不用戴耳机 跟他们对话 好开心啊 好感谢 你好 今天有烧香吗 今天好点烧香 哇那么有 他们要戴耳机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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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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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